稻桿拿來做塑膠 果菜渣也來湊一咖 廢棄物在利用 甚至用果菜市場那些渣渣 想辦法再把它轉換 在國外 這種環保塑膠已經隨處可見了 歐洲或是美國 他們有在用 把生殖塑膠 禁建在用在農業上面 那就是水果的造質 為了推廣認識 他們在媽祖遶境的時候 推出了植物寶特瓶 希望能夠透過一些 生殖塑膠所做出來的寶特瓶 能夠推廣到整個台灣或是全世界 信業的環保信念 因為這瓶植物寶特瓶而啟動了 讓台灣跟上世界的腳步 現在已經成功在日本這個 展開這個植物品的一個推廣 那第二步驟有關在歐洲跟美國 也持續在進行 每個星期天晚上八點 綠色幸福學 讓我們一起學幸福 成功